今天是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 希望大家都過了一個平安愉快的中秋節 一進入10月份,就是發生了10月驚奇 特朗普現在已經在醫院進行治療 大家都十分密切關注這個事態發展 今天的內容是想講一講日本的情況 其實自從疫情發生之後,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即是往日東京攝谷,即是人來人往,相互拆肩的情況消失了 我今天就看到彭博新聞 有一個專題的文章 就是專門寫日本Lost Generation 這個失落的一代,他們的情況 我覺得是對於世界其他國家都有一些啟示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有聽過的,就是日本在90年代發生了一個超級龐大的資產泡沫 爆破了之後,日本國內的經濟是低迷的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聽,一個是我身邊一個真實的例子 是我一位很好的日本朋友 其實他是80後 他家裡有個哥哥 父母都健在,但父母離了婚 在說十幾年前 即是大概2007、2008年左右 我其實是去過日本大阪探望這位朋友 亦都住在他家裡 所以就了解了他們的生活很多 我當時就已經發現 他們要找工作是絕對不容易的 我記得我朋友的哥哥 我想他應該是70年代尾出生 他基本上是星期一到星期日 都是要上班的 即是全年無休的可以說 我都有問他為何要這麼辛苦 為何一份工會要求 星期一到星期日都要上班 好奇一問 他就說不是 其實正職那份工都是回星期一到五 只不過他就打兩份工 即是星期六日都有part time 但他哥哥就真的很好客 即是他知道他弟弟有朋友是在外國那裡過來 他都選擇不回那個part time 就抽了一天時間 是開車帶我們到處玩 所以我印象都很深刻的 也都很感謝他 那都說回來 就是為何他要上班兩份工呢 他就有分享給我聽 就是說 其實他們現在呢 他還在公開他爸爸的那層樓 要幫忙工的 即是呢 其實當時呢 那個資產破搏 是令到 不單止一代人要去工 其實呢 連他下一代呢 都要繼續幫忙工的 那層樓 一個人呢 基本上是搞不定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 一直都對我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為 是深深令我明白到 即是當一個資產泡沫是去到 這麼龐大的時候 是影響著不止一代人的 是可以連下一代呢 都影響了 那大家就會明白 當年那個日本資產泡沫爆破之後 那個影響 是至今呢 仍然都是令到很多人呢 繼續 跟他共存的 可以說 那其實 日本 難找工這個情況呢 呢 除了因為 他們經歷了這個 資產泡沫大爆破之餘呢 也都因為 那個 國際大環境 有很多的工作 外流了去 其他國家 所以直到今天呢 新一代日本年青人呢 找工都仍然是困難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組彭博 去公佈的一組數據 那這組數據呢 他就比較了 2002年和2019年的情況 那 2002年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情況呢 都不是說很理想 但是未至於很惡劣 那他其實呢 那個圖表呢 就是說 那個正跡和兼跡的比例呢 在2002年當時呢 是大概7.3%左右的 正跡是有70% 30%就是兼跡 而去到2019年啊 就是上年的數據呢 那這個正跡和兼跡的比例呢 是惡化到 做正跡的人呢 是只有六成而已 而有四成呢 都是只能夠找到兼跡的工作而已 那這個比例呢 只是反映著 有工作的人喔 那有很多人其實是找不到工作而已 那這篇報道呢 有介紹其中一個家庭的事情 那 他訪問了一位父親 那這位父親呢 其實今年已經去到75歲了 那他就生於這個Baby Boomer的時代 當時有個嬰兒潮 在二戰結束了之後 那他就是五個兄弟姊妹 就排行最小的 那他就在沖繩那裡出生 18歲的時候呢 他就離開了沖繩 那去了東京 那據他益術呢 他就說當年就是1963年 那他說當年呢 在東京呢 非常之熱鬧 因為呢 是準備著這個奧運會的 那當其實是充滿希望啦 各個人呢 都去到東京呢 是追夢的 那其實呢 他的學歷就不高的 就在讀到高中的時候呢 他就絕學 就決定不讀了 就出來找東西做 那呢 他後來呢 是考取了這個電機工程的一些證書 那到現在呢 他都是從事著相關的工作的 那他都說呢 那他都說呢 就是當年呢 那他根本就沒有受過這個找工問題 在他 那他 就是二十多歲仔的時候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有一仔一女的 那他兒子呢 就 就讀完高中之後呢 就開始出來找東西做啦 那他兒子呢 就 嘗試就找東西做啦 那一樣的結果呢 就是 找不到工啊 一直都覺得很困難 那 那 一個人呢 當他 畢業之後呢 長期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呢 是會感到沮喪 這個也都很正常 那 後來呢 就經他爸爸介紹呢 就 獲得一個面試的機會 那他兒子呢 就 滿心歡喜地去面試 那 但是 當最後結果呢 就是這家公司都沒有取錄到 這個兒子的時候呢 那 那 他呢 這個兒子呢 就感受到非常之 失落 之餘 就是覺得很辜負了他父母的期望啊 於是乎呢 一路想不開呢 是 嘗試去自殺的 那 但是呢 當然 他的兒子現在呢 都是 健在的 仍然健在的 那 後來呢 他是一路 過著一種 怎樣的生活呢 就是 整天躲在家裡 就 間中呢 都會去做些part time的工作的 就是做一下這份工作 做一下那份工作 那 長期 都是這種這樣的 顛配流利的生活呢 可以說 但是好在呢就是 他們 家裡呢 是有間屋 那 就不用說 整天到處搬屋 但是 亦都是因為 這樣的 收入很不穩定的情況呢 是令到 他的兒子呢 是 很 很沒有信心啊 就是 整個人呢 沒有希望啊 於是乎呢 他今年 41歲了 仍然都是 和父母一起住的 亦都是 沒有結婚啦 那 其實呢 他這個兒子呢 那個問題呢 只不過是整個 日本社會呢 冰山一角而已 是 有大量 這樣的人呢 都是 都是過著這些 類似的生活的 那麼 到了他四五十歲呢 仍然都是單身 那麼 和家人住是沒有結婚的 那麼其實呢 我們 從這件事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呢 嗯 日本現在的社會呢 是 那個出生率是極低啦 那麼 人口是 十分之老化啦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 那些人不願意生育 而不願意生育 的一大原因呢 就是 那些年輕人 他根本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他沒有信心去組織他們的家庭 即是基本上 連自己都沒有養得好 即是 不要說要去 嗯 孝順父母 以及要去照顧下一代 根本自己一個人生活 他的收入呢 都成問題的 有時候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其實 如果一個社會呢 長期的出生率都是偏低的時候呢 人口不停老化呢 是個 對經濟 長遠 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來的 其實 我們常說 分析經濟啦 很多方方面面 但是呢 有一個基本面呢 其實是十分之重要的 也可以說是一個核心的基本面 它就是那個人口的結構 包括 包括 男女比例 還有這個 有沒有年輕化 老年化 的人口結構呢 其實是 對一個經濟的 核心競爭力 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看回歷史呢 那麼 如果一個國家 或者地方 它的人口 是年輕的 它那個經濟動力呢 一定是強一點的 而這件事呢 往往是一個長期的 即是可能是 十年 二十年 這一個時間的 range的 那麼 其實都見到 日本政府呢 有一些新的政策 推出了 近這段時間 他呢 就是嘗試開放這個移民政策 那是 希望 透過這個移民政策 是 有機會 慢慢改善 這個低生育率的 這個問題 那麼 當他們慢慢 就是扭轉 這個嚴重 的人口老化 這個人口結構 之後呢 才可以說 長遠的趨勢 是可以變回 一個正面的看法 那麼 我們 看完這個日本的情況 我們 就得到些什麼啟示呢 我們把這個 日本的老年人口 這個情況呢 就放眼回到世界 其實 今時今日 世界很多 大城市 一樣 面對著這些問題 當我們看到現在 有 很多的大城市呢 都面臨著一種 樓價過高 可以說是一個 資產泡沫的情況 那我就當這個泡沫 不爆破 就是它維持著 同樣的一個尺寸 那麼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長期年輕人呢 是 沒有辦法有足夠的 儲蓄 去支持到 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來講呢 我只能夠說呢 在長遠 這些地方 他們的經濟展望 都不會樂觀的 它是一個長期的負面因素來的 而它就是 好像一個漩渦一樣 它是一路一路的 這樣 將整個經濟 是拖下去的 是一個惡性循環來的 但是呢 日本的情況呢 就是 它的工業基礎強 還有它仍然有一個科技的創新 所以呢 它始終有一班企業呢 仍然是托著日本的GDP的 就令到它 今時今日呢 也是全世界排行第三 那麼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想了 假如 面對同一個情況 但是工業基礎不強呢 是沒有了工業基礎呢 那情況會怎樣呢 這個都不用我多說了 那個情況一定會比日本的情況更加惡劣 那無論如何都好 接下來 即使我們前路是非常之困難 我們和我們身邊的人都遇到經濟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必須要沉絕應對 是等機會的從來 我們只需要積極準備 就可以了 那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們內容的朋友呢 就請記得 訂閱 點讚 和分享 下次再見 Bye